早不如說一些很少人知道的故事給你們聽好不好 好 很簡單 很簡單 香港呢 日本 打香港的時候 3.08個月香港市民喊過 我都熬了3.08個月 因為梁先生是校董會主席的時候 他是做了3.08個月的 那 詳話短說 當他選了之後 有些電台他就知道我和他的關係 因為我相信在香港 你說五個人最熟悉他 我都是其中一個 特別是我觀察了他這麼久 我相信我都幾瞭解他的 他的長處我會逐一數給你聽 他有養子 他有養子 什麼感覺 那我就送了十個字 其中八個字就是 今天成大名是香港 另外兩個字就是香港 我當時沒有水晶球在我面前 但是我告訴你 以下幾十分鐘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會送這十個字 給他和香港 第一 第一 城市大學 是很注重排名的 我勸你們不要太注重排名 因為那些排名的公式 很有問題 我舉了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去算排名 就是外國的學生和本地學生的比例 聽清楚 外國的學生和本地學生的比例 就是你的越來越多外國的學生 那不是高分點 大家明白了 城市大學 不知道是不是梁先生用他的智慧 就說 我們很多 聽清楚 非華語的學生 或者非本地的學生 非本地的學生 並非國際學生 這樣他就用 非本地的學生 來等到公式那裡 所以我們很多內地的學生 變成了 你九七前 你可以這樣用 但九七年之後你不應該這樣用 這個有問題 因為這麼注重排名 在前幾年 他就想一次過 炒二百個 二百個導師 聽清楚 一次過炒二百個導師 那我們是怎樣呢 我們說 沒可能 我們組織一些學生 我想去那次 大學有史以來 是最多人聚集的一個示威場面 在一間大學那裡 終於 因為他見細聲不對了 這樣他就 終於沒有炒二百人之中 就炒了副校長 這個故事呢 聽清楚的故事 你聽清楚的故事 不炒這二百人 不過炒一個 這個是他的策略來的 就是等他可以下台 其實你可以套用 他的這樣的 所謂的街頭智慧 不炒你 炒一個 其實是 巧就不怕夠 最緊要受 這條巧他用得 我們都應該用得的 那你知道我想去 就是我想我們炒誰 第二就是 資訊 逢親組織 資訊是很重要的 這位先生呢 他都幾絕 我們有個電郵的系統 他說 因為你這個教師園協會 這個工會 可以用電郵的系統 我關掉它 我直接不要這個系統 取而代之的 一個系統是怎樣呢 是 我每次 發出一個新電郵 我要給某個人批准 我才可以發出這個新的電郵 你聽清楚它多絕 它是連你的電郵的系統 全家大學 刪除 不要我買一個新的 不過新的 我們不可以用 你可以逐漸分析他的性格 這個人都幾絕的 絕到呢 我發出一份文件 都要有人批閱過之後 准許了 沒有問題了 才可以發出 何來言論自由 喂 阿哥 我們不是在公司做事 我們在大學做事 我們不是一班 這個叫做糧食公司 不是糧食大學 我們這個叫做城市大學 你能不能這樣做 即使你有權 是嗎 第三 這位阿哥呢 就很喜歡告人的 我已經在一個電台節目 一早批了他 我說 如果這位人興上了牆 最忙的部門呢 就是會司法部門的 因為他的律師信 觸到不得了 現在我的貴桶 都有三幾寸口的律師信 老實實 你欺負我呢 真是沒有緊要 我作為公會主席 你就欺負我 但你聽清楚 我們的大學公會 是有一些 一般職系的員工的 他真是負責擔擔擔擔擔 他回到家拿著那封律師信 怎麼對他老婆談 怎麼對他老婆說 有沒有搞錯你做不公會 公會有律師信 更衰的就是 因為那封律師信 是全城最貴的那家律師樓 的partner出的 你聽清楚 全城最貴的那家律師樓 partner出 而是城市大學 有1200萬 律師的費用 是 我經常都想學生問問他 1200萬用來做甚麼 1200萬不是應該去幫學生嗎 諸如此類 為甚麼那些錢是用來告職員的呢 可笑又可恥的 就是真的 那1200萬是用來告職員的 那 0033 我們每一件事都幾乎收到一張律師信 那他們更衰的 你找個高級的合夥人去寫封律師信 都不要緊要了 你不要找他去送律師信 送律師信和一個普通的 的 的 去送差很遠的 你知不知 百科人幾百一個小時八千元的 你知不知 這麼貴的 還有 另外一個故事就說 你作為一個工會 為甚麼會有一個會址 為甚麼會在城市大學有一個會址給你 好 會址我都不讓你拿回 因為你都不合作的 那 老實實 作為工會 和校董會 如果 如果我想發達 我就站在他那邊 那 不知為甚麼 我又有些病態 我又不太喜歡發達 我喜歡錢 但我又不喜歡站在他那邊 那 總之 他就想 找人拿回我們的辦公的地方 那 我們又是 用人海戰術 你拿吧 我們很多人的 那 就是 大學 在大學教書 就是 不和大家 大家意氣 就是 很 很憤慨 出來 大學教書 一般 有毛病 就是自己在辦公室 就出來的機會 就很微了 不知為甚麼 這樣 就怎樣 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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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因為有人多 就正正和現在一樣 有人多站在那裏 他就拿不回那個帽子 所以變了 這個故事就交給我們 如果我們套用以上講那幾個故事 其實 他是怕一件事的 人多 他怎樣拍我呢 他怎樣拍我呢 他告訴我 你們是甚麼威力 你們這些公會 示威力做甚麼 要你簽那份減薪同意書 你就減 我講講 甚麼是減薪同意書 大家我想都記得 有幾年 香港經濟很差的 工務委員 又要減薪 大學教書 都要減薪 減薪 沒有問題的 有甚麼問題 各位公會 你減就減 大衛市減 無所謂 我們真是說 無所謂 不過 我要加多一個條款 就是 減薪不緊要 那個條款就是說 如果明年加回 可以不可以 我們要寫一句同意書 要減薪 我說下面我加一個條款 加甚麼都不行 一點都不行 那就真慘了 終於是 我們大家都同意減薪 不過我們有幾個 就是強硬派 不肯簽名 不肯簽名就慘了 不是我們慘了 是人事部慘 當日五點鐘 有人哭 打電話給我 他說 莊姐 麻煩你啦 你簽啦 你不簽 不是你不行 是我不不行 這個故事就教訓我們 他說會逼到周圍的人 是用權力逼他 喂 我不怕逼的 你不就逼我 有本事就炒我 那 工會主席就 對不起難炒些 但是那個後話 但是不要那麼大聲 炒 記住 有哪個工會的人寫了 炒你工會 只是給你十五萬而已 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出來 小小聲 這句話 給我十五萬 我就慘了 記住 他呢 是很害怕人的 他就會告訴我 你看一下 你這次反對這個 減薪的幫案 你出來有多少人 十幾個人 哪個環額 在城市大學 有什麼用 記住 示威呢 叫做示威 示威就不是叫做示揚 人多才行 他就告訴我 人少 另外一件事 講開他不喜歡的事 梁先生最不喜歡 人罵他 特別是 用一些不記名的方式 罵他 或者罵一間大學 如果一間大學好 誰會罵你 讚你 如果人好 送花給你 誰會罵你 如果你真是好的話 那怎樣 教知會 教育資助委員會 是有一個網頁 那個網頁呢 是你可以不記名 去投訴 去讚 去罵 去北都可以的 除了講粗口 那我們就寫 當然 譬如剛才說那些 又炒人 又減薪 又不肯承諾 將來加薪 那我們當然寫一些東西下去了 那 有一次 我最記得了 他就說 那天是 10月7日 我好記得這個日子 因為這個是我結婚周年 我們一幫理事 坐在一起 我們說 喂 老實 我們爭鬧實在太厲害了 踏了馬 你又告我 我又告你 和解 一坐下來 他都未脫 他西裝 我已經說 CY 他喜歡人叫做CY 平時的CY 他不喜歡人叫他 689 他喜歡人叫做CY 平時的CY 我告訴你 你聽 坐在這裏 有一個椅子 直到他 我想扮一下 他就坐在這裏 我扮一下他坐在這裏 坐在這裏 有張桌 等個筆記簿 那支筆 笑臉認人 就是想像有張桌在這裏 笑臉認人 看著你 哇,女生就死了 不過我 不是,我很害怕 你現在才害怕,你以前才害怕她的 不是的,以前 我告訴你,當日她選 如果 所謂幾百萬投票都投了她 因為她的樣子是 阿John,你說吧 不介意,我不記錄的 因為我喜歡是這樣,我怕我不記得 一時候可以反死想想 你繼續 是 我告訴你 真是 煩到鐵地 這樣就 那個誠意 打動我們不得了 不過我相信 事後她還是扔掉那個筆記簿 所以呢 你又不要相信一些形象的東西 形象真是很好的 直至到十月七日 她的底線出來了 怎樣呢? 說回十月七日 除了七日 我們一班公會理事 你坐在一起 磨解 她還沒有坐落 我可以說 四位 真是不太好意思 那麼多爭鬧 不如這樣吧 我又做一下舞的戲 我說不好意思 我雙手 敬酒 我說不好意思 真是很多爭辣 我都知道你真的很生氣 我說沒有辦法 大家的位置不同 你就成底 我是校董會主席 我是公會主席 我是公會主席 每個身份都不同 我當然要支持我的會員 那她不出聲 我說 不如喝杯 以後我們一起合作 前者 我說我對不起 真是不好意思 不接受道歉 除非你是肯寫一封道歉書 我說 我已經道歉了 不過其實我真是不知道道歉什麼 作為一個大學教書的人 應該是兄弟君子 是先道歉 是吧 她說 你以往很多錯 你要道歉 那我們那些歷史小野 有些客作教授 講作教授在那裡 她說 梁先生 究竟我們這個公會做錯了什麼 不用說 你們知道 我告訴你 現在 我就走出去隔壁吃飯 你們就坐下 聊一下 我說聊些什麼 聊一下你們誰 我分析過了 有三個人去教師助委員會 那個網頁經常投訴的 我用語言分學 我用語言分析 聊過了 已經分析完了 分析了 你們其中三個 我現在去吃飯 一會兒我回來 回來 我想知道 是哪三個 我不說 你知鬼 你故事嗎 正正就是 越講你又會發覺 這個人真是有問題 那好 那是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你說起培訓 我就只是想編一編講一講 他是一個理大的畢業生 測量師 我相信他是理大的畢業生 是最賺錢多於一兩個 你何時見過一個 surveyor 一個能夠公司破產 沒有緊要 還有兩間屋在山頂 你想一下 你問一下 surveyor 阿哥你現在收多少錢 你想一下那些銀子在哪裏 還是有人問文主在別裏 那個時候 我正在說 10月7號 不要引開我說別的事 10月7號 我一定記得 因為我們7點鐘開始吃飯 他罵到我8點半 10月7號是我結婚周年 我一定記得 我罵到8點半那時 我們7點鐘開始 他罵到8點半 那 我那個人有時 現在就多話說 因為我拿著咪 有時不太多話說 那我就靜點 等他講講講講 罵罵罵罵罵 我旁邊的那個副主席就哭了 小小小跟我說 你反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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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用 那你們才見證到 他壞成怎樣 10月7號8點半 我說 他說 不行了 屎歪 我要走了 我說 我要走了 再不走 我離婚的了 我老婆在外面等著 訂了吃飯 我不去的 我真是對不起 真的 哦 是嗎 叫你老婆來吧 他不認識我老婆 他認識我老婆 他就不會講這句 他會叫你老婆 他會叫你老婆 問題是 那我真是走了 飯店盤 我還記得去哪間酒樓吃飯 就在又一城 跟著 第二天 我問回我的同事 我說 昨晚怎樣 蛤 昨晚就慘了 我說怎麼慘 我已經被他罵了一個半小時 他說 我們被他罵了三個小時 你記住 他競選之前的十月七號 他竟然能夠分三個小時給我們 那你已經知道那些是什麼競選 大哥說奧巴馬競選 還在搭火車啊 巴士啊那些競選 你競選 罵人而已 是人都罵了三個小時 那當然就是 其中呢 我要說回他 他罵了些什麼 亦都幫大家分析一下 他的性格是怎樣 有一次 我又好像現在這樣 拿著那個麥克 就是因為那個減薪那個 減薪那個方向 一直延續下去 那我們有個集會 在城市大學裡頭 我拿著那個麥克 正正就是 跟現在一樣 那條線呢 是隔著兩個不同的插數 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整個城市大學 完全沒有問題 電力上 唯獨 幾萬個插數之中 哎呀這麼有趣 兩個不動 就是我用了兩個 兩個字 不是我一個人 一個人 這個人 如何 還是 我們 女人我們很慘,又收律師信 拆鞋兩個字,你講笑 因為我教心理學的,我要分析 有些人呢,就見到森林,又見到樹 有些人呢,只是見到樹,就不見到森林 如果你是集中到哪裏有一點,哪裏有一點,哪兩個字,我不聽 你的性格上有問題,不僅僅 而是說,領導的人應不應該這樣 應不應該大方些 即使你撞到我,看甚麼都不住 是要這樣,大大方方,見到,遠見,不是見 你的公迷,講長的講字,那一點呢,講得,撇得不好 那罵你,兩個鐘 如果是這樣的性格的人,不識不做另一個人 你說是吧? 所以呢,從他的性格,你們看得到 說是,我雖然在政治圈子,打滾不耐 但是我相信,我在那裡走出去,你可以跟著我走 都有三幾個朋友跟我打招呼 我告訴你,這位梁先生,沒有朋友 我們要分析,喂,有權利,為甚麼會沒有朋友呢? 朋友,是要交換的,英文就叫做 You scratch your back and I scratch your back and you scratch my back 你幫我拗痕,我幫你拗痕 換句話來講,你幫一下我,我幫一下你 我幫你拗痕,總不能夠全是你全益的 但是我告訴你,照我的觀察呢 楊先生,都沒有甚麼朋友 有個故事,我告訴你故事,不要說我傳出去,我告訴你故事 有個故事就說,他當選之後,走去中環 我想想想,是大劑,沒有甚麼局長 沒有甚麼朋友,通常這些人會找些熟的做的 他們說,唉,碰到哪個,你都好像幾熟面頭,你來幹甚麼 你也是,那就找人去拉閘成兵 所以現在我們局長這麼聰明就是為甚麼 一個人,幾十年,在政壇,沒有一群人幫到他的 而是他身邊那些都是差的人 是有問題的 這個問題不單是他的問題,亦都是我們的問題 就是不要再他做了特首 你想想,如果一個人是友善一點的 是有義氣一點的,哪會沒有朋友呢 你幫我,我幫你,都不用,我幫你也行,你都不用幫我了 這樣才是,是吧 為甚麼會沒有朋友,當然是有原因 因為,埋到身呢,都沒有什麼好處 我們有斗策的,我們有斗策的,我們有斗策的 有斗策的,可能已經有人打到你,說我在這裏 抓人,抓人,抓人,抓人家馬,是 我知道,大家保持冷靜,大家保持冷靜 已經有一天告訴我 我在說話 所以就騷擾我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講故事 各位 冷靜 我們是有事 我們是有朋友 待會兒接著這個